I want everyone to hear me now especially I want them to hear me in Moscow it's time to meet time to talk 站在镜头前表情凝重 眼神诚恳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19号呼吁要和俄罗斯当局展开和平谈判 俄罗斯问题拜习会上 习近平避重九轻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 趁机公开喊话 深化中俄合作 俄罗斯外长直接表明西方粗暴破坏国际体系 中俄应该加强互动 俄罗斯想从中国着手 从欧美制裁中杀出一条生路 另一边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也要求联合国安理会 召开紧急会议 惠众又因为乌克兰问题 公开对着美方抢瞎 只是俄罗斯试图拉中制美 对美国白宫来说早已有所防范 欧欧战争没停 习近平态度保留避免中俄有何谋可能 美国拟对北京祭出二级制裁 禁止与美国进行交易 涵盖范围包含电子半导体产业石油石化 银行航运汽车零件等供应链 势必对中方造成很大冲击 面对美国积极出手 俄国则为同盟招手 习近平现两难恐怕也无法再回避 三立新闻林凯中规文宣特别报道